今天我出来剪头发 因为我朋友介绍了一个新的理发师 他说是在日本待了六年回来的 他说剪得很好 所以我很心动 所以今天我来建议师剪头发 希望他不要让我失望 回得我有点生气 你也用这个 我也用这个 这个还挺好 对的 我想 你有什么想法 我的想法是说 我现在头发就很命了 然后就是很 很俏 我们先做第一点 俏的话我给你点到肩膀上 然后第二点 你感觉很硬对吧 那我给你点一点空气呢 只能叫他肉 好的 我就是不喜欢忍耐 所以我就自然化 那只能靠自己稍微去 那是我后面太黑了 对 因为刺板夹稍微去做一下 那我稍微给你打磨一点点 你打磨一点点 等一下就不要打磨一点 所以我不喜欢打磨 好 刺板夹了 所以我不用分区 把头都拎起来 拎到里面平行久不过 然后进去了 往上走 停留几秒 我放下来 对的 好像冷嘴 这样的话就会有空气 OK 明白了 这边也是桶顶 把头拎起来 骑到发尾处 快叫我停留一会儿 他放下来 那前面我这边有个人拉一下 头顶要拉一下 对 我就头顶要拉一下 头顶拎起来往后站 这样打完以后 可能会更要 对 肥酱有种 烫火的感觉 对 然后后面呢 这里面不用去板它 只要把表面图拎起来 从里往上走就可以 因为你剪了 已经有同时素感 这个都用了 做一下这个 只是为了更加的有素兰 好 好 给后面特写 好 后面来个特写 好 你看 你特写 怎么样 晚上来跟朋友一起吃饭 可以把你拍进去吗 这位是 可以介绍一下吗 可以啊 这个是Origins品牌的 全国销售总监 拍个小准点菜里 哈哈 躺走 今天我们来这边 这家店叫什么 唐老土 是吃顺德菜的 好 我们来点菜吧 我们没有去过顺德 不过他们都说顺德 东西很好吃 这个是双拼 对 先念念读再说 好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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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块 这个是什么 这是鹅吗 这是鹅 烧鸭 烧鸭 盐提起来 盐提起来 好吃 我已经很久没有出来 一边吃一边拍 嗯 这个是好吃 哇 这是什么 海鲜豆腐 哇 这个菜籍好棒呀 豆腐饱 好吃 哇 这个鸚子看起来好好吃 今天应该还是能做20多杯 这个是鸚子 嗯 真的很好吃 葱姜炒鸚子 我很喜欢吃鸚子 我是你的摄影师员 这些是上海老字号好吗 这是上海老字号好吗 这是我小的时候喜欢 我小的时候很喜欢吃太昌饼干的 小的时候最喜欢吃这种上海的万年轻饼干的 这点还是我喜欢的味道 你说肉肉 不喜欢 一块肉肉 妈一个 好 我想吃点冰箱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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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蘸了油 可以了吗 一三样 一三样 这什么样子的味道 咸咸的 小的时候很喜欢很小的 我大概十岁年前很喜欢吃 你怎么妈妈买 我帮你家 你不明白 你不明白 咸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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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买点蝴蝶酥吗 我要买这个 每个啊 这个吗 这个挺干 好的 蝴蝶酥要买吗 蝴蝶酥 这个不是蝴蝶酥 这个是蝴蝶酥 蝴蝶酥呢 好吃吗 应该火车了 阿姨 试试试看吧 那你 那你卖吧 还有这种大的蝴蝶酱 小的那个 我好吃的 我好吃的 因为它是大的 大好吃吗 我们买大人的 买的要多好呢 这个是童年的味道 小的时候都很好 我喜欢吃 谢谢啊 再见 拜拜 拜拜 今天我有一个 哎 有没有对上交 今天我有一个从海南来的但是超级喜欢吃生煎 超级爱吃上海生煎馒头的一个朋友 今天就要回海南了 在回海南之前呢 我带他去吃一下 应该是比较正宗的上海生煎吧 因为以前上海生煎最好吃的肯定是在那种街头的 也不是街头就是 那种居民社区里的那种小小的小吃店 但这种小店都很少了 然后呢 我问了我的朋友在网上搜了一下 找到一家生煎店 据说是不错 叫小燕生煎 在中山公园这边 我也没吃过 我也很多年没有吃过正宗的上海 好吃的上海生煎了 所以今天我们两人去试一下 好的 希望好吃 很多人来上海都很喜欢吃小羊生煎 但是我自己不太喜欢吃小羊生煎 因为我觉得小羊生煎完全不是正宗上海生煎了 就它个太大了 上海生煎没有那么大 然后它的肉很实 而且它皮很厚 上海生煎的皮是没有那么厚的 但现在好吃的生煎真的很少 因为我们有吃过正宗的 但是我觉得小羊生煎已经很好吃了 对 小羊生煎是连锁的嘛 但是味道说实话是一般般 在对面 小燕生煎在对面 对我们还得到那边去过马路 外卖的 你看好多来取外卖的 这家叫小燕生煎 锅生煎 9块钱4两 来吧 哎我想吃小馄饨 你开门了 嗯 三起雷你一粮好吧 一天二粮 然后那个 来一碗小馄饨 一碗小馄饨 一碗小馄饨 给它吃 我来拍一下你做生煎 一碗小馄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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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我小的时候喜欢吃的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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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小馄吗 有小馄 嗯 这一碗 哈哈哈 手馄饨 这生煎看起来看底焦焦的 然后它的皮是没有那么厚的 然后它个头没有小羊生煎那么大的 对吧 对 来你吃一个 等一下 倒点醋 阿姨拿两个碗 等一下阿姨拿碗 没关系的 你拿这个倒点醋嘛 吃一下 好的 我好薄哦 真的好薄 对啊 正宗的生煎 它那个皮太厚了完全不好吃的 吃的你全是面粉 你赢得吃 我怕烫 好吃吗 好吃好甜 嗯 是不是比小羊生煎好吃多了 好吃多了 对啊我跟你说了 甜的 对啊上海的就是会有点甜味嘛 哦 是不是比 是不是 终于吃到正 她来上海好 她每次来上海 她都要吃生煎 终于吃到正宗的 哦终于吃到比较正宗的 好吃吗 好吃 我小的时候经常早上吃早饭 就我爸给我去买一两生煎 或者一两锅贴 然后 呃再来一碗小馄饨啊 这样的 就我小的时候 早饭就这么吃的 嗯 做人生煎吃 哇 生煎咬一口 出来大家看看里面的样子 里面是什么 哇 对焦对焦 嗯 哇 真的是 好吃啊 开心的不行了已经 哈哈哈 吃到好吃的东西就很开心对不对 小馄饨也好吃 我特别喜欢吃小馄饨 这小馄饨一点都不腻的哦 就是很好吃的 对它很好吃 嗯 你是在这里等主人的吗狗子 哈哈哈哈 这是我家 走吧 走吧 现在我们去对面那家专门做锅贴的 叫胡记锅贴啊 嗯 去吃一下他们家的锅贴 因为我觉得他专门只做锅贴的话 让我觉得有点 在意对不对 说不定他锅贴做的很好吃 所以留了点肚子去吃一下锅贴 你没有吃过锅贴哈 没有 让他试一下上海的锅贴 来吃锅贴吧 我们要多少 八个 要你聊好嘞 要新做出来的 好的 好的没关系的 那我们先进去做吧 二两锅贴 好的 来美妮 你这样什么呀 烫的哦 也是醋呀 嗯好的 哦好大 烫的哦你慢慢吃哦 烫的哦你慢慢吃哦 嗯 我先试试的 我先试试的 这是饺子吗 哇 这个好碎哦 有点像 但我们叫锅贴 很烫哦 烫哦 小心哦 那有吃的 有吃的留下来 好吃吗 好吃啊 好吃哦 等一会儿吃的慢一点 吃的慢一点 你觉得锅贴好吃还是生煎好吃 还是生煎好吃 还是生煎好吃 对生煎确实是很好吃 生煎和锅贴都是让人吃下去超满足的 碳水满足的 是不是 对 就 就因为又有那种面粉 又有肉 就吃下去就是很满足 然后 会容易长泡 碳水很高的那种 你焦了吗 应该 满足 吃饱了 吃饱了 我已经肯定要被隔离了 所以吃饱一点 哈哈哈 对他 昨天才前天啊 正好普通机场 出了一个确诊 他今天从普通机场回海口 有可能会被隔离 对 我走之前吃饱一点 哈哈哈 嗯 什么啊